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谁打长途了 哎呀 简直是这个 没智了 爸 爸 爸 您瞧什么书呢 怎么一惊一乍了 不是好书 您别吵啊 您这么大岁数 您受不了这个 不要紧 我受得了 您受得了 您就不管别人受得了受不了 说出大了 别让您吓出病了 哎呀 为什么说书即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呢 确实让人聪明啊 您还嫌您自个儿不够聪明 本来我觉得我还是够聪明的 可是看了书以后 我才觉得还是有差距的嘛 真是血海乌涯 一无止境啊 哎呦 您这又瞅什么经典著作呢 对对对 推理小说 经典名著选 哎呀 何平啊 哎呀 你看我将来啊 准备发挥余热 到公安局去当个侦探怎么样 我倒是没意见 就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收您 咕摸着坏人您是一个抓不着了 好人到兴许能抓个三五个 那就不找了嘛 嗯 是 啊 好人我抓他干什么 你小看我是不是 嗯 我告诉你 嗯 就我现在这个水平 比他们专业的不在意下 是 哎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啊 哎 这个 好比说 嗯 这个屋里 有个女的自杀了 哦 我知道了 这屋里就我姨女的 您这是照顾 哎 算了 算了 嗯 啊 好比说 这个屋里 有个男的自杀了 这屋里就您一个男的呀 爸 您有什么事您别想不开 啊 好 好 不是这屋 是别的屋 别 咱家别的屋现在没人呢 你要急死我呀 你啊 啊 那就不是咱们家 啊 是别人家 啊 好比说 别人家 啊 有个女的自杀了 这个 门窗 门窗 紧锁 嗯 屋里 看不到一点痕迹 嗯 现场上看嘛 嗯 怎么看 怎么像是 伤吊死的 你猜猜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门窗紧锁啊 还 瞧不出一点痕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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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死的呀 猜不出来了 爸 猜不出来了 我告诉你 他还真是伤吊死的 您这是怎么样 您 得了 您也别考我了 我先给您出道题吧 您说咱家这个电话费的 怎么这么贵呀 您先把这案给我破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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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爱情 关于爱情 关于爱情 爱是怎样看的 爱情是勇敢者的云动 它们要带你向一切世俗偏见悬战 你比如说 门当户对的观念 就不是把任放为第一位 忽略了任的感情 任的幸福 任的自由 任的尊严 你就拿来来说吧 当然 那说过 爱情是勇敢者的云动 不过 对于爱来说 当然了 它还是勇敢者的云动 没事没事 我什么都没听见 小贵啊 你该去买菜去了吧 爱情就去 那马上就去啊 哎呦娘啊 吓死来了 小贵买菜去啦 啊 去吃包子 买回家去了 啊 好好好 和平啊 和平啊 啊 关于电话费超支的案件 啊 我已经一举侦破了 哈哈哈 作案人 薛小贵 嘿 爸 您这是神探 嘿 不能这样讲吗 啊 比起福尔摩斯 我还是有差距的 哈哈哈 谁说您没差距了 哎 爸爸别走啊 您再具体说说 说什么 不是 电话费超支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个什么怎么回事啊 啊 案子破了 啊 作案人薛小贵 不都告诉你了吗 您告我 您告我什么了 啊 是电话是小贵打的 打给谁 往哪打 打电话干什么 您总得一样一样查清楚了啊 嘿 您这道省事 案子破了 作案人薛小贵 哈哈哈 完了 社侦探我也会当 真是 您的意思是说 还得把他查清楚 那可不是 哎呀 这个我还真是不大清楚 哈哈哈 听他打电话的意思 我好像是在那个那个 谈什么 哦 爱情问题 爱情 跟谁谈啊 那我怎么知道 反正不是跟我谈 我知道不是 跟您谈还用爱电话里谈 直接谈不就完了吗 哈哈哈 我 我说啊 您肯定是不知道 所以才让您真查呢 要不怎么叫真看呢 哎呀 我这个岁数 嗯 让我真查人家这种事情 嗯嗯 啊算了算了 随他去吧 别随他去呀 现在虽说婚姻自主 可是小贵年龄这么小 父母又不挨身边 真有点好歹子 咱里对人负责任啊 那倒也是 嗯 万一出点什么事情 我们 怎么向人家父母交代嘛 可不嘛 真遇上个骗子 给骗到贫困山去卖了 咱家拿什么赔给人家 哈哈哈 拿圆圆陪给人家 哈哈哈 拿我陪给人家 哈哈哈 都不合适啊 你的意思是说 那就只好拿我陪给人家 哈哈哈 您自个儿到时候乐意去 哈哈哈 人要您一半的老头干嘛 哈哈哈 没用啊 我怎么没有用 啊 我可以给人家干活嘛 哈哈哈 可以帮助人家 小小水 桑桑地 嗯 痒痒猪喂喂鸡 嗯 怎么也能顶得上 当个老历史嘛 哎呀 爸 嗯 您这么大岁数了 还让您去给人家扛活 做儿女 他们也不落人啊 啊 那倒也是 解放前我给人家扛活 嗯 啊 怎么解放了我还给人家扛活 哈哈哈 啊 这一辈子喝着我没别的 光给人家扛活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薛小贵也真是 嗯 你搞对象就搞你对象嘛 啊 干嘛把我搞得去扛活 哈哈哈 哈哈哈 弄不好还损坏您名誉呢 您说他年龄这么小 万一有个把握不住自己 弄出点生活作风问题 这是想吃酸的 这是想吃辣的 你结婚四离人多嘴杂的 人家议论谁啊 哈哈哈 反正我一女同志没我责任 哈哈哈 除了您就是治国呗 哈哈哈 怎么会是我 那肯定是治国 哈哈哈 也肯定不是治国 我就是说呢 咱挡不住人说 哎 还有更吓人的事呢 上回小张不就弄个抢劫犯到咱家里吗 谁知道小贵这男朋友他就不是个骗子呢 万一真弄一骗子 打电话就是为了向他了解了解咱家情况啊 到时候趁机想作案 杭化这家财点 这个这个 治国天天上班 远远见天上学 我隔三差五得得得到单位 千斤重担 都落您一人肩上 哈哈哈 照你这么一说 嗯 这个案子还是相当复杂的 啊 啊 平常啊 啊 就剩我一个人在家里 嗯 这万一要是来人坏人 你看我这身体 好平啊 嗯 赶紧报告一下公安局吧 哈哈哈 您不是老想到公安局发挥余热去吗 嗯 您先挨架 发挥余热吧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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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m 小贵 有电话 爷爷 那总书说 您请来解一下吧 喂 你等一下 小贵 你的电话 你知道是谁吗 还能有谁啊 肯定是小侧儿姐 也能一起去买菜 你告诉她 来一会儿就来 还真是她 喂 她一会儿就来 小贵啊 我有事儿要出息一下 要好长时间 爱总 爱总 喂 对对对 开始呢 今天 今天 我想给你念一首 安高鞋的诗 你等一等啊 哎 喂 喂 喂 你挺的啊 就是这首 应该细些的 这首 风和饭 揪揪缠缠缠 银和月 遮遮掩掩掩 野和华 一一连练 爱和你 恩恩远远 这一连练 这一连锦图天堂 卤妖妖 天堂敌玉 是不减 这个字 还真不认识 对对对对对 男友不要搭的 就是这种感觉 你太了解男友了 谁打的电话 当然了 这真是他们憋人 男仙奈 给他去买菜 再见 是一个女大学生 谁敢捞响 也没啥事 就是让人去买菜 我们现在就买菜去 总的情况就是这样 经过我认真的推理 得出了三点结论 下面呢 我分别说一说 你怎么不做记录 我知道您要说什么呀 我就记录 我先用脑子继承 谢谢你 第一点 小贵确实在搞对象 我可以从五个方面 来进行论证 您甭论证了 这点我信 您说第二点 第二点 跟他搞对象的这个人 比他的条件好 上次小贵打电话 就说要破除什么门户之间 我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进行反证 您也帮反证了 这点我也信 您说第三点 谢谢您 第三点 这个人身边就有电话 所以他们随时通话都很方便 比如今天 我临时出去一下 小贵马上就跟他接通了电话 这不很说明问题吗 说明什么问题 你想啊 大学生身边能有电话 一般不能办 普通工人身边能有电话 一般也不能 机关干部 他办公室有电话 当着那么些同事 这个怎么好一个人站着电话 谈情衰 所以说 只有一种可能 此人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 比如说咱们家的贾之国 好啊你贾之国 仗是让你越打越精了 爱家壮的跟没事人似 偷着跑单位打电话去了 我找他们领导去 不要急嘛 还没有最后确定 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 他用的是家用电话 也就是说呀 这个人根本不上班 整天在家待着 小贵认识的符合这个条件的 只有一个人 谁呀 对门的老郑 这也太不般配了吧 就是嘛 小贵自己也承认 还说什么要破除门户之鉴 还要赶一下传统的偏见挑战 爸 您这怀疑的也太出圈了吧 也仅仅是怀疑嘛 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贾之心干 那不可能 小贵来的时候 志心都走了 志心根本没见过他 所以才是打电话联系嘛 爸 您这就叫乱怀疑 怎么乱 一点都不乱 这几种可能 都是有可能的 至于到底是谁 还有我第一步侦查 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这几个人 除了正伯伯 剩下这俩 是谁对咱家 就不是个好消息 要真是假 是我 我跟他拼了我 今天不上班了吧 今天不去了 不开会 好好好 关于那个神秘电话的案件 我已经完全侦破了 今天就让你见个分晓 真的呀 爸您能先给我透露透露吗 这个人你肯定认识 楼下小卖部 新来了一个河南的小伙子 见过吧 怎么又改他了 不是说是正拜拜 治国治心吗 他们的嫌疑都已经派出了 现在嫌疑最大的 就是这个河南小伙子 他们都是同乡 小贵又经常上他那去买东西 特别是 他那有一部公用电话 这就是作案工具 听得到是那么回事 今天一大早 小贵起来就一个劲的打扮 估计是有什么约会 我准备给他来一个 化妆跟踪 搞他一个水落石出啊 爸就您这岁数还化妆跟着 您行吗您 什么不行 当年地下党跟踪 与反跟踪都练过 半夜水平了 你还多夜水平了 我才不是 爷爷 大姐 姐姐 那天亲一会儿大行吗 这一会儿不打我中午做饭 行行 吃吧吃吧吃吧 这个要是晚了不回来也可以 谢谢 谢谢大姐 别客气 看见没有 没跑 我现在也得去化妆 一个都不回来呀 我会出什么事吧这 大姐 大姐 大灰来啦 没打扰中午做饭吧 没事没事 小桂呀 坐这儿 跟大姐说实话 今儿干嘛去呢 大姐 那要是告诉你 你别告诉别人 我 我不告诉别人 今天是热线电话 幸运抽奖 两点奖去了 来做饭去 热线电话 还大侦探呢 谁谁呀 谁呀 谁呀 您是吗 您是吗 我这大姑啊 我早就听我公公说过 说他有个味道 小桂 跟丢了 爸 爸 您怎么回事 您这么玩就上街了 您不怕群众围观呢 我怎么不怕 差一点 不好 来 来 哎哟 和平 今天早上起来呀 据群众反映 有一个可疑的高个的女人 就在这个眼片 晃来晃去 我整整啊 跟着她一上 刚到你们家门口 一闪就没有了 肯定是进到你们家来了 大姐 哪里跑 哎呀 走啊 走啊 爸 您这张报纸颠过来倒过去的 打我出门的时候就看车会俩从头了啊 就这样啊 中缝我还没有细看呢 哎 中缝都是广告 您看她干嘛 哎 广告也很有意思嘛 嗯 您看看这条致富信息啊 嗯 好消息 嗯嗯 快速致富 培训班 即日招生 嗯 科学养殖大尾巴 啊 去 哎 啊 您中午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您去 你看啊 这还有一条征婚广告 嗯 某女相貌交好 哇 成正 嗯 富处纪以上男士 看 要求对方 有汽车 要 有住房 嗯 貌美体贱 嗯 不吃葱蒜 哎 哈哈 啊 未婚礼均可 嗯 就这条点 哪儿找去啊 他 怎么找不着啊 啊 我就是嘛 哈哈 哈哈 他要求是 富处级以上 嗯 我都 富居级了嘛 哈哈 这个 不吃葱蒜 啊 我平常就不怎么爱吃 嗯 当然吃饺子的时候呗 以后可以不吃嘛 哈哈 这个 未婚礼 以均可 嗯 这个 你看看 您说您占哪条啊 啊 您既不是未婚 也不是离异 哎 我婆婆那叫自然死亡 您这叫丧偶 啊 离婚的可以 丧偶的人就不要 哈哈 其又此理嘛 这个我老伴怎么没的 他管得着吧 反正 反正您这条件人家不收 啊 他说 我还不给呢 哎 你看这还有一条啊 接受我的关怀 嗯 期待你的笑容 生活之友心理诊所 带给你走上健康之路 啊 24小时全天服务 嗯 地址 阳柳北里18号2020 哎哎八八 等等等等 这不是咱家的地址吗 哈哈哈哈 我知道了 是阳柳北街18号 那是医学院研究所 您瞅啊 医子之叉 哎呀 你看看 医子之叉 万里之变啊 真是啊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 啊 要过细的做工作 过细啊 粗之大业不成 粗之大业往往 搞错 哎哎 行我这给人打电话去 让人赶紧更正啊 别回头瞧病了都好 咱家来了啊 这个心理诊所 这什么病的 嗨 也不是什么病 就是做做思想工作的 哦 啊 啊 哎 等等 做思想工作是件好事吗 哎 哎 你先把电话放下 啊 你看 报社的同志也很忙 我们就不要再给人家添麻烦了 爸 你不给报社添麻烦 咱家可就麻烦了 哎呀 有什么可麻烦的 嗯 假如真有病人 到咱们家里来看病 嗯 这个思想工作 我拿手啊 哎呀 我可就给他看吧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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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平啊 我记得咱们家 有一件白大褂 啊 你找出来 我要穿上 啊 您没事 穿白大褂干嘛呀 哎呀 你看 报社登了 咱们家是诊所嘛 诊所 这个 总得有个大夫吧 爸 您说您溜溜等一天了 一个人也没来 赶紧把你大褂脱了 我丑了就别扭 丑的别扭 嗯 别扭 也得坚守工作岗位嘛 诊所 真的有个大夫啊 大夫 我瞅您就像病人 来了 哎 你想谁啊 生活之友 生活之友心理诊所 大夫你好 这里是杨柳北里18号吗 是是是 不过我不是什么大夫 我只不过是 别客气 到这就跟自个儿家似的啊 坐 来来来 坐 坐快坐快坐 这本来就是我自己 这个同志啊 我这里虽然不是什么诊所 但是你要有什么事情想不开啊 说出来 我倒可以帮你分析分析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每天就是从白到晚 那就是忙活 你说好不容易说服了 以色列撤出袈裟地带 南非那边事儿搞得也差不多了 好不容易卯足了点劲 说要抓一抓 海地那边的问题 野门那又打起来了 你说全世界人民怎么就那么不让我省心呢 对了 我得给卢旺达回一电话 输我一天了都 放下放下 我们家这个电话 打不了国际长途 你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听说过基督耶稣吗 听说过可没见过 老同志啊 握握手吧 今天您算是见着了 坐吧 耶稣基督就你这么样 我还一直当他是个外国人呢 我是到哪个国家就有哪个国家的特色 这样才能以不同的身份打入你们内部 注意保密 我们单位的领导是至今都不知道我这个身份 他们不给我分房 扣我工资 不给我平职称 没关系 等我脾气一上来 够他们喝一壶的 耶稣同志 这样就不好了吗 我不管他好不好 把我弄火了 你们都不好办 知道唐山地震吗 知道知道 那就是我闲着没事的时候捣鼓的 你闲着没事就捣鼓出那么大动静啊 这两天我又闲着了 我准备再捣鼓一回 记住 大师的预言呢 1999年7月24号 要面临一场大劫难 人类血肉横飞 地球回到史前 闻到血腥味的吗 有一点 对 我都看见您那会儿的时候 您看您的形象 您的动作 那会儿的我啊 一定是冲在 强险丢栽的第一线 对啊 一块巨石向您扑来 没关系 没砸的您 一棵大树向您倒下 没关系 也没砸的您 您再看 一排巨浪啊 向您扑来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不会游泳 在您脚底下绕一个弯 又上别处去了 全了 怎么说 我是个幸存者了 对啊 那活地球上就剩您一个人了 您是活活被饿死的 不说 剩我一个人 我可以劳动了 怎么会活活饿死呢 对对对 还没有等您饿死 您就赶上火山爆发了 喷射的岩浆 把您给烫死了 您化作一股清烟 滚滚而去 我看啊 还是您给我滚滚而去吧 大夫 滚滚滚滚 大夫 上帝啊 要保佑这些无知的人们啊 大夫 大夫 您就是生活之友那大夫吧 我不是 没错您就甭谦虚了 大夫 您行行好 您一定得救救我的先生 不 我真不是 您也真以为我是啊 得了 反正我姑姑也不在家 我就替她一会吧 赶紧坐着坐着 坐坐坐着 哎呦 你头上 说说吧 你先生哪不好啊 他哪都挺好的 就是没事了 喝耍个流氓什么的 就这还哪都挺好 说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啊 啊 我我我我保证不给你传计啊 我就好打听个新鲜事无了 大夫 您是不知道啊 我先生啊 他见了女的他就勾的 呦 凡是女的 不管认识不认识 一个也不放过 呦 在单位 跟同事不清不楚 回到家里跟邻居眉来眼去的 我姐我妹我姑我爷儿的关系也是不明不白的 屌的 看了 对这种男人就不能放过 可是 您说我怎么管呢 嗯 妈 我舍不得 哎 我打 我吓不去这个手 那只好加强监督呗 嗯嗯 昨日在电梯上啊 客人我给逮着了 好大的胆呢他 哎 电梯上他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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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开电梯的女司机对不对 哎呀 他要是跟那女司机啊 我就不生气了 嗯 不管怎么说 人也比我年轻啊 嗯 好歹 我心里还平衡点 嗯嗯 可是 他跟那女司机旁边那老太太 哈哈哈哈 都八十多了 满脸褶子 你说你没事招他干嘛呀 没事 您这是不至于吧 我亲眼看见的 电梯来了 他不理我啊 那老太太抱着一小姑娘啊 他笑嘻嘻的 让人家先进了 你说这正常了 这是不是 出于礼貌啊这个 哦 那在电梯上 摸人脸蛋也是出于礼貌啊 他还摸他脸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你说一半都是老太太 满脸褶子 你摸个什么筋 哈哈哈 他是摸老太太怀里抱那小女孩 嗨 你说你摸个三岁 嗯嗯 这不太早点了 哈哈哈 哈哈哈 眼神会管的也忒眼点了 有大夫啊 啊 不言不行啊 啊 您上大街上看看去啊 这满大街 描眉画眼 超短裙 嗯 那都是冲着我先生来的 哈哈哈 这帮女的嗯 见了我先生 还时不时的看亮眼 那分明是对他有意思 哈哈哈 都看他 嗯 有不看他的没有啊 不看啊 嗯 那是心里有鬼他不敢看 哈哈哈 都说他有意思 哈哈哈 这大马路上的人 除了看他的就是不看他 哈哈哈哈 都对您先生有意思 哈哈哈 哈哈哈 那这事咱还不得打出点富裕来 哈哈哈 还甭说满大街了 有一个咱也受不了啊 您说呢 哎 哎 竟你这么一提醒啊 我还真为我先生捏把汗 哈哈哈 你说我得找他谈谈 哈哈哈 哈哈哈 哎 这位同志 这位同志 您都跟了我一道 您怎么还跟家来了 您赶紧出去 哈哈哈 您不出去我报警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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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生活之友啊 哈哈哈 哈哈哈 他们广告登错了 我们正准备打电话更正 啊 您就别谦虚了 哈哈 哈哈 嘿 我一看见您 我就知道 您是带的 您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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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我不是嵌 而得 那我就甭谦虚了 您 那 我就冒充一回大夫吧 您 哈哈 您 您坐 您 您说吧 您哪不好啊 哈哈哈 我哪都好啊 我就是奇怪 这人要是长得好看点吧 生活怎么就这么难呢 长得好看点 别人的事啊 您就甭操心了 我没说别人 我说我自己呢 我是我们家长得最好看的 我姥姥长得难看劲啊 您是没瞅见 十八岁就像八十似的 日本鬼子 好色吧 各村都修了泡楼 走到我们村口 一见到我姥姥 她扭头回去了 我给你具体形容一下 我姥姥你长一下 不不不 您不必形容了 我一看您 我就能想象出来了 我姥姥可是凉马事 我走大街上吧 竟遇到那男的追我 远远的吧 就冲我笑吗笑样 走进楼就冲我指指点点的 一个个都没安好心 吓得我吧 每天晚上都不敢睡觉 就怕他们欺负我 我跟您说 您尽管踏踏实实睡您的觉 我可以代表广大男同志 向您表个态 我们就是在 怎么着 也不会把您 怎么着 一看见 一看见您啊 我们什么想法都没有 别藏着掖着的 我就不信 你对我 一点想法没有 我 我跟您说实话吧 说 这男的对女的吧 嗯 他有图财的 有图帽的 有图人好心灵美的 啊 反正他得图一样 像您这种情况 哪头都不占 您就一百个放心吧 哈 哈 家 心的gu 你真的很蛮 胖 我就知道 你对我 梅安好心 我 我 我 你紧赞什么呀 无论 我紧 我紧 不是说法 咱俩是在这解决呀 还是到里屋 解决呀 咱俩呀 咱俩呀 咱俩公安局解决这么难 可惜呀 谁呀 谁来了 好几天啊 也没来一个病人了 一下子 还真是不大习惯嘞 爸 这报道当了个启示 把咱家那个地址给更正了 我想啊 干脆我到这个生婆之友去问一问 如果他们真是人手不够的话 我可以尽医务去给他们当个大夫吗 我也去 我现在医生挨家我就呆不住 我不听点新鲜事我就闷的 我下班以后也没什么事 我也可以到那医务服务去 好 那咱们说走就走 师官 你给那个地震局 气象局 海洋局 宝宝局 打一个电话 干嘛 问一问 等一会儿 有没有什么异常现象 要是真有异常现象 我还真不敢出门啊 要真是一伤大劫难 还真不知道这玩的 爸 这电话我可不敢打 我又是女的接的 我这解决哪解决的 还得上公安局解决去 我就知道你跟别的女的有事 我就 走 好了 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马上交出大事了 你们知道吗 那不好啊 咱们都会尸骨无存的 什么呀 你小心点 你快点往这儿 我可不敢 嘿 嘿 喂 是收完这有心理治所吗 对对对 有三病人马上就到 你这家小凡怎么没有看到啊 我小姑那边放一米花上课去了 哦 快毕业了才知道用功啊 对 学习不是好事 也不能光学一门嘛 还是应该全面发展 我听说啊 街道上准备办一个青年学习班 是吗 由卖冰棍的王大妈出奖 掌位学雷锋啊 爸 我准备明天给她报名 让她也去听听 街道那学习班 是给失足青年办的 不管是谁办的 她都应该 那她就不要听 哈哈哈 哎 你们猜猜我小姑她干嘛 简直学英语 考研究生呗 哎 毕业以后想到外企工作呗 言轻轻的就这么好高无远 啊 为什么不愿意深入到普通的群众中去呢 爷爷她错了 我小姑她正是要深入群众 她要深入到美国群众当中去 哎 我小姑要去美国了 啊 她肯定不承认 干嘛不承认呢 你问她 她不会承认 你不信 不要争了 这件事情啊 还是由我亲自 啊 来问一问小凡 我当年 有审问国民党战俘的经验 哈哈哈 啊 有那么严重吗 要您把这方面的经验全都用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怎么没有这么严重啊 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 眼看着要离家出走 走向深渊 哈哈哈 冤死我了 哈哈哈 哈哈哈 爸 是还没闹清楚呢 您干嘛招这么大急 要是先把身弄清楚了 哎 等弄清楚就来不及了 我决定 立刻过堂 再加小凡 哈哈哈 再加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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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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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 小凡呐 这个用功呐 哎 哎 来来来坐下 嗯 看他什么书啊 英语 英语 哈哈 哈哈 这个美国人是不是也说英语啊 对啊 嗯 嗯 哈哈 那你最近啊 这个大学起英语 意欲何为呀 我要去美国 嗯 啊 走不着 哈哈哈 你怎么承认了 哈哈哈 我为什么不能承认呢 这又不是什么坏事儿 哎 你一下子就承认了 啊 这个我都没有思想准备 哈哈哈 弄得我很被动嘛 哈哈哈 你怎么可能去美国呀 你根本就不可能去美国 我为什么不能去美国呀 护照办好了 签证拿到了 想走我随时都可以走 可以呀你 现在美国签证多难啊 真是 抽不考六百都不一定拿得下来 嗯 就是啊 你既不是国家派遣 我们又没有什么海外亲朋 美国人 为什么偏偏看中你啊 啊 你跟美国什么关系 哈哈哈 我替美国人工作 嗯 你 中央情报局还是联邦调查你 哈哈哈 美国除了特务 就没有从事其他工作的人了 是我们学校与美国外教 嗯 我帮他搞了半年中的汉语资料工作 他帮我申请的全额奖学金 嗯 不要逼中就轻啊 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嘛 嗯 他帮你申请 他怎么不帮我申请啊 哈哈哈 你们肯定有别的关系 嗯 对 整理资料 你是不是经常 上他房间里去啊 对啊 有时候太晚了吧 我还睡在他呢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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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那外教 男的女的啊 男的 嗯 但是他丈夫 嗨 他丈夫来探亲的时候我就不住他那了 盛老太医人怪闷得慌的 我倒是经常去陪陪他 哎 哎 嗯 嗯 嗯 这个 人呐 看来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 啊 是学校请的外国教师 嗯 肯定是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的 哎 但是也不能说明这件事情就没有问题 哈哈 总而言之啊 美国 你不能去 你你你你 你你 不能不能不能 说不能就不能 坚决的不能彻底的不能 爸 你今天上了闲了 好几个钟头了没说别的 就是笨笨笨笨笨笨 哈哈 你总得说出个理由来吧 理由 理由这不是明摆着呢吗 这个 啊 哎 哎 哎 说什么理由啊 哈哈 说不能就不能 你要不说出理由呢 我明天就走 等过几年 我轰轰烈烈的干就一番事业 那时候 让你们认得我 我现在就让你认得我 哎 爸 您相信相信 爸 这事吧 还得从长计议 要说这出国留学吧 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就是 对别人兴许是好事 对他呀 就他那思想 那作风 在中国还学不出什么好来呢 只要是去了美国 那还 我思想说我怎么了 既然中国人民 没把我教育好 干脆 就让美国人民教育我得了 哎呀 你少说两句 把你交给美国人民 那 那咱爸能放心吗 我倒不是对美国人民不放心 我的意思是啊 我自己的孩子自己管 就不给美国人民添麻烦了 爸 其实您的心思吧 我都明白 这志欣一走吧 您的心里就空落落的 小凡再一走呢 您就更舍不得了 是吧 哎 胡说 我怎么舍不得啊 我巴不得你们都走了才好呢 你们在家也是让我生气 现在的问题是 啊 小凡 他去的那个地方 那是什么好地方啊 一贯的骑士 有色人种啊 把我们当成二等公民 啊 让我们 顶着烈日 戴着镣铐 在庄园里面 养猪种玉米 到了晚上 还 把我们关在 汤姆叔叔的小屋里 那我不知道了 您知道什么啊 您 那都是好几百年以前的事了 就是 那好几百年以前犯的错误 现在还不许人改啊 就是 改什么改 他改得了吗 那个北京人在纽约 不还是照样吗 是 再说了 小凡学的是什么专业啊 中文 中文不在中国好好学 到美国去学什么吗 啊 就算他美国在科技上 比咱们发达 我就不信 他中文也比咱们发达 真是见了鬼了 那还真别这么说 好多大作家都是刘过阳的 鲁迅 丁心 郭梦若 巴金老舍全程书 啊 他们都见了鬼了 我不管他们 我就说你 他们刘过阳 你就得刘阳啊 那还有好些大作家 他就没刘过阳 他就没刘过阳 曹雪芹 就没刘过阳 不照样写出了 《红楼梦》啊 《石奈岸》 就没刘过阳 不照样写出了 《水浒传》啊 《猪八戒》 就没刘过阳 不照样写出了 《西游》 当然他就写不出来喽 我的意思就是啊 这个刘不刘洋 都可以成为大作家 那我既然有这么个机会 我为什么要放弃啊 爸 我也是为了学生归来 报效祖国 方显出我家小凡 英雄本色 你还英雄本色 我看你是狗熊本色 从小就崇洋内外 好吃懒做 你看你吃了那个肥头大耳 爸 你好好看看 咱们俩谁肥头大耳 咱俩 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 叫祖国 骗谁呢 这要一把你放出国去 你要能回来才怪呢 我为什么不能回来啊 我保证回来 再说我不回来我也舍不下你啊 哦 你舍不下爸爸 谁听你的鬼话 爸爸爸爸 要说呢 小凡舍不得您 对 那确实是瞎话 可是他不还有男朋友在国内呢吗 他总不能扔起自己男朋友吧 是不是小凡 谁有男朋友 我男朋友就在国内 我不听不听不听 骗人 骗人哪 谁骗您了 等哪天 我把他带来让您瞧瞧 你真有男朋友 当然了 而且吧 爸 对我特好 特信任我 特支持我出国 一心等着我回来 我把他留在国内当人质 你还不放我出去 编的倒像那么回事 你要是有本事 你把他给带来 让我瞧瞧 爸 怎么样 带不来了吧 你明天要是把他给带来 你明天要是把他给带来 我后天就放你走 言为定 走走走 走走走 怎么办 你这不是骂我吗 就听咱这一表人才 成天姐被各类女青年 围追堵截 我告诉你 乌泱乌泱的轰都轰不走 我还用上公园这条对象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这个不是真的 就让你上他们家吃顿饭 承认是他的男朋友 然后家 不是 我这说了这么半天 你怎么听不明白 我是不明白 有这蹭饭的好事 你自个儿怎么不去 废话 但凡我能出面 还用得着你啊 捅娄子了 砸手里了 发不出去的都往我这塞 你别胡说八道啊 那这种学生 就你们周温信那帮女生 一人一双水灵灵的大眼镜 分不出谁是谁来 一个个长得不怎么样吧 还都特轻高 假吗三道的 还都好整个小情调什么的 吃着炸酱面都敢淫湿 来这烟 得了吧 回头您再累着我 别别别 坐坐坐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啊就是吃一顿饭 当一幻子 好让他们家里人放心 累不着你了 那咱可说好了 就是一顿饭 往下再缠着我 他在缠着我我可跟你急 谁缠着你了 我要再让你见他第二面 我是你弟弟 孟老师 小凡来了 这下带来了吗 就是他来了 长得还挺爽 来来来小凡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弟弟孟昭阳 你好 小凡我跟你说啊 我这是完全是为了你 能够顺利的出国深造 爱说这种行为 不是我这当老师应该干的 我这等于是 帮着你骗人的 这种丧失原则的事情 我平生我都没干过 行了孟老师 不就是借您弟弟用一下吗 少吃劲 走吧 孟昭阳 到我家 你千万别说漏了 走啊 轻小点 走啊 贾小姐 见着您 真是三生有幸啊 您对我还有什么意见吗 我根本不认识你 我哪有什么意见呀 那咱们以后 咱们怎么联系呢 咱们 还用得着联系吗 怎么就不联系呢 我想啊 如果是 这不 当着介绍人的面 成一不成的 您总得留我一会儿啊 当然了 从我这方面来说 我应该 做个自我介绍 孟老师 您这位弟弟 是不是特别爱开玩笑 对对对 他就是爱开玩笑 哎 你们快走吧 快走吧 快去吧 他是不是有病人呢 没有没有没有 他是没病 我句话待会儿 你该病了 要说呀 你哥哥不光是小凡的老师 还是我中学一同学呢 哎呦 那我都没管您叫上嫂子了 哎呦 小某嘴多甜啊 我跟你说 真不错 小梦啊 跟我们小凡 那是多长时间了 还多长时间 我们也就是刚才 刚才 我们俩还说呢 这咱们俩的工夫 咱俩都认识好几年了吧 是吧 贾小姐 都认识好几年了 怎么还小姐小姐的 是啊 赵阳 你平常怎么叫我 现在还怎么叫 这都不是外人 没关系的 是 真的 那我平常怎么叫你 烦 算了算了 还是叫小姐吧 小孟同志啊 哎 今天我们请你来 一试见见面 另外呢 还有些事情 要跟你商量一下 您说您说 听小凡说啊 你们俩的关系发展的 顺利 顺利 非常顺利 就差登记了 那你 到底同意不同意 都同意 同意 我怎么能不同意呢 我 我第一眼看着他 我就 我怎么早没认识他 都认识好几年了 也不能算完了嘛 从我们做家长的来说 没错没错 我一瞧您就是家长 还不是一般的家长 小凡能长得这么漂亮 多亏您的领导 集体领导嘛 我领导什么了 这孩子 他的容貌 长得有几分像我 要真像龙头麻烦 但是 他的脾气秉性 跟我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至于他今后的事情 他今后啊 您把他交给我就算齐活了 您要什么都甭管 这怎么可以嘛 你们毕竟还没有登记嘛 多 我这就回家取户户本去 那么招扬 你的心事有点过呀你 没有 我心里真是这么想的 怎么样 我看这个小伙子的人 还凑谎 是是 对小凡挺实诚的 有这么个人牵着呀 小凡出国也不至于不回来了 哎 我这 哎 翅膀都硬了 真要飞 我也拦不住啊 看来你对我们小凡 倒是真心实意 没错没错 绝对 哎 你们都这么大了 对对对 我雇年就二十八了 有些事 也得抓紧棒啊 自己的道路 还得自己去选择吧 我我我 我也没有什么选择了 就在他了 好 好 那就这样吧 小凡出国的事 我同意了 嘿嘿嘿 等等等等等等 等会儿 他出国的事 我 我不同意 哦 那就这样吧 小凡出国的事啊 我同意了 我同意了 嘿嘿嘿嘿 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他出国的事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 你凭什么不同意啊 我就不同意 我有这权利 你有什么权利啊 你说干嘛你啊你 我是你男朋友啊 是 你是谁男朋友啊 谁认识你啊 不是 我告诉你孟昭阳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你 你 伯父 大哥 大嫂 你们管不管你们家小凡了 我没事的 净欺负我 啊 我这刚发表点个人意见 他就不认我 小凡 怎么会顺着你啊 有话好好说 你吵什么架啊 小凡 咱们是民主家条 谁有意见 都允许发表 哎 小凡啊 你这个态度就不好了 人家有不同的意见 你怎么就不认人家了 小孟同志啊 你有不同的意见 可以提吗 你要是能说服我 我也可以改变我的观点吗 爸 爸 你千万别改变您观点 怎么 其实他早就同意我出国了 他刚才是跟你开玩笑 是不是赵阳 赵阳 赵阳哥 小凡妹 这个问题 咱们还得说的说的 虽然 咱俩认识的时间不短了 哎 我先问一句 咱俩是不是认识 是是是 很大认识 哎 这就对了 以后不许说不认识我 咱俩 认识的时间也不短了 是不是不短了 是是 我们俩认识的时间真不短了 感情呢 也很深 是不是很深 是 很深 很深 而且 主要是你对我的感情很深 我对你也就那么回事 对不对啊 我 我对你 我 我差不多我单向色成了吧 明白就好 而且 你还多次跟我表示过 那方面的意思 表示过没有啊 我 我 我就表示过一次 一次就很说明问题嘛 我当时 我就跟你指出 咱们还很年轻 应该要把主要的精力 放在那工作和学习上 个人的事情 不是不可以考虑 但是也要分个轻重还级嘛 哎 现在你还在念书 等毕业的时候 你再考虑这些问题 也不晚嘛 小孟主任啊 我很同意你的看法 谢谢 你看看人家的思想 那今天 你真该好好讲的学习 你 看死我了 到快毕业的时候 你又跟我提出了出国的问题 当时我是怎么跟你说的呀 我哪知道我 我当时我就跟你说 出国留学 并不一定都是坏事 但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区别对待 具体到你们讲 伯父年纪这么大了 身体又不太好 虽然说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 可是还有多少国家大事 家庭小事 需要他老人家日夜操劳啊 应该的应该的 都是我应该做的嘛 是不是 好容易把你培养成才了 你不说替他老人家分忧 反而远离他老人家而去 你于心何忍啊 是啊 你于心何忍啊 我当时还忍出 大哥大嫂 年富力强 故事社会的中间力量 是的 这些年呐 这些年呐 工作生活 两边拖累的 可是还咬着牙支持你上大学 这是什么警示 这都没什么 谁要加你他最小 我告诉你 小时候呗 我把他带大的 特别 而你呢 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 你不说替大哥大嫂分担点家庭的重担 反而要一走了之 你好意思吗 就是 你好意思吗 你 多少回我都想说 你说这家里大事小事都我一人管 你就不能帮我一把 你怎么就不能帮我呢 我告诉你 还有 这位小朋友 他跟你什么关系来 他是我侄的 对 我当时还指出 你有一个侄女是吧 你侄女 他叫什么来着 喂 媛媛媛赶紧叫我收拾 收拾好 您是我小姑男朋友吧 呦 你也看出来了 我当时还指出 你就这么走了 你对得起 媛媛 媛媛吗 她得多想你啊 是不是啊媛媛 孟高阳 你别再表演下去了你 我不认识你 我不认识我 就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我 我认识你 贾小姐 请您的一定的原谅我 我实在是因为一时糊涂 所以 您就狠狠的 狠狠的批评我们 我批评的找你吗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您这么说就不是实事求是了吧 咱俩不是今天下午刚在这认识了吗 再说 我哥哥还当我您的老师呢 那我老师找你来干嘛的 咱们俩事情讲清楚没有 凭什么你到我家又变卦了 你要是搅黄了我出国的事 你负得起责任吗 我不是这意思 我就是 我就是舍不得你小 奇怪 你凭什么舍不得我走啊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怎么就没关系 现在是没什么关系 那以后就不信有那么点 你怎么就不明白啊 我当然不明白了 我那意思是说 从古至今 这弄假成真的事也不少了 你还用我一一的给你举出例子来吗 弄假成真 哦 明白了 我现在根本就不想考虑这些问题 你怎么就不能考虑考虑呢 我记得有一位大人物曾经说过 我们现在都还年轻 你未来主要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吗 我早就考虑这些问题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这谁说的 我当面我就敢骂他 别动他 他懂什么呀他 不对 我怎么听这话有点耳熟啊 是不是我今天下午在你们家说来的 知道就好 我 这么说吧贾小姐 就是假如您要考虑这个问题的话 我是不是还有点希望 你也别不好意思 你就大大方方的告诉我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告诉你 行 你先站稳了我告诉你 行 您说吧 我记得离这儿不远 有条小河 估计也就有一人多深 反正我也不会游泳 您看您该怎么说 您就说吧 我从来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赖的人 李永远的 告诉你啊 看在孟老师面子上 我这次不跟你计较了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到我家去 替我挡回损失 没问题 您让我干什么都没问题 但是您得告诉我 我到底有没有希望 希望 您就给我点希望还不行吗 这人要是没希望 活儿多没劲啊 那你让我怎么说呀 将来的事谁能说得准啊 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不是 所以 我不能说你一点希望都没有 程伟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你不能说我没希望 那就是说我有希望了 你放心吧 你就放心的去美国吧 我就是等了你八十岁 我都等着你 我根本就不听个意思 你也别瞒着掖着了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 你就放心的去吧 我放心的了吗 我 你千万别等我 我根本就不 我尬你 男子汉说话算数 我说等你 我一定等你 你让我解释清楚 这有什么可解释清楚的呀 天不早了 我也该回家了 姐姐 不行不行不行 你 你让我帮我出玩 你看 这天都这么晚了 又是在公园里 拉拉扯扯的 一让人看见多不晚 行 不是 知道的 咱俩是谈恋爱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抢你钱包了呢 谁跟你谈恋爱的 你那意思是说 咱俩不用谈就定了 那不合适 咱们怎么呢 也得有一个了解的过程 你不跟我谈 我还得跟你谈呢 谁不跟你谈了 我是要跟你谈 不是 我不是要跟你谈 我 你死我了 你自己谈了 你自己谈了 明天你 拿了自己谈 我帮你车点给你 对了 你看你还需要什么 你给我开一单 明天我一块都给你办 赵阳 真是太谢谢你了 这些天你帮了我这么多的忙 没什么 这我不是应该做的吗 再说 谁让我天生 就好我帮主人了呀 这我倒是早看出来了 那你现在有没有点 依依不舍的感觉 除了我爸他们 到底没什么割舍不下的 那你把我一个人 孤苦伶仃的搁在这 你置我于何地呀 你能孤苦伶仃 你不是经常遭到 各类女青年的为之主节吗 那是过去 现在我可是一心学好 当然 他们人比较多 如果你要不在我身边保护我 兴许他们会欺负你 那你就从他们中间任选一个吧 你考验我是不是 什么哥类女青年 让他们通通跟我玩去 你走以后 我一定 守身如玉那么的大人 我可不能向你许诺什么 那也太自私了 不是 你就自私一回不行吗 我求求你了 不是 小凡你听我说 不是 别别别 小凡你听我说 你不不不你去 我可求求女子发生术 不不不 你听我说 你再往前走一步 我会跟你过家了 你听我说 不是 不是 看看他 哎呦 哎呦 小凡 在临别的时候 你还有什么观照我的话 对了 家里的事你放心 到时候我一定经常去看 这时候要观照你的 你已经把我真真逗呛了 我走以后你可千万别再到我家里打扰我家里人了 你又跟我客气是不是 我一定去 我今天看他们的 你真别去 我一定去 你真的不能去 我一天去两回 够了吗 我一定去 军心走了 小张走了 今天 小凡又走了 爸 您也不要太伤感 小凡走了不还是有我了吗 对对对 还有我呢 没看见我 不是就想起小凡来了吗 我看见这个 我看见你 就想起小凡来了 嗯 长得一点都不像 我就是小凡走还是好事 何此苦呗 那个博士啊 硕士的 咱家脸都有光啊 话是这么说啊 看着这屋里面啊 啊 越来越空 这家里头啊 人越来越少 我这心里头也是空荡荡的 爸 您得注意了啊 您最近可有点小资情调 伯父 您放心吧 您绝对不会寂寞的 我经常还陪着您 就是吃饭的时候 您每天让小阿姨多添双筷子就成了 但是一双筷子的事儿嘛 就您那饭量 我不光吃饭 还帮咱家干活呢 还干什么活啊 你要是愿意来 以后就经常来 刚才我小姑 上飞机出钱塞给我一封信 让我到家念给你们听 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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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爸爸大哥大嫂圆圆 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你们说明 嗯嗯 孟昭阳并不是我的男朋友 我扯了谎 因为我太想出去看看这个世界了 太想检验一下自己的生存能力了 为了让你们放心 我只好出此下策 请原谅我善意的谎言 但我一定会回来的 为了你们也为了自己 另外也请你们原谅孟昭阳 他是一个热心的人 我非常感谢他 再见了 再见了 我还没有走 已经开始想念你们了 小凡 假冒伪劣 我早就看出来了 小冒啊 不管真的假的 反正呢 这些天你帮了小凡不少忙 我们就谢谢你了 走好啊 慢慢走啊 我走 我没说我要走啊 什么真的假的呀 你说是假的就假的了 我还就说是真的 你走了 这儿就是我办个家 我不管他们 谁管他们呀 这儿就交给我了 我了的 你对小凡有点感情 万一将来他要跟个洋人跑了呢 我相信 最后的胜利一定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好